提到ThinkPad 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保守取向的商务笔记本 更追求低温低噪音 而今天我们测的这台电脑不一样 它在ThinkPad原有的产品线上进一步革新 成为高性能产品线 并且搭载了i9-13900H标压处理器 性能释放比传统TP更激进 它就是ThinkPad T14P 那么这台电脑的实测表现如何呢? 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安安 先来说一下配置 CPU是i9-13900H 14核心20线程 显卡是iRex XE核显 96EU 内存是32GB版载不可更换 固态硬盘是1TB的凯霞XG8 屏幕是一块4英寸2240×1400分辨率100%sRGB色域的iPS面板 它的参考售价是$9,499 另外它的配置选择很丰富 最低i5-13500H配16GB内存 加上512GB固态硬盘的版本 售价$6,999 最高配可以搭载RTX3050图显 售价$9,999 ThinkPad系列的商务风格外观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 T14P属于T系列14英寸的迭代型号 P我猜测应该代表的是Performance 和以往的ThinkPad的类肤质图层不同 它的A、D面居然是金属材质 有一种黑色ThinkBook的即视感 A面左上是ThinkPad的名牌 小红点会发光 机器支持单手开盒 上方是摄像头 有防徽拨片 右下角有T14P的型号撕印 作为ThinkPad的机型 最明显的优势就是键盘了 键毛大小为全尺寸 同时键程有1.5mm 打字手感会比普通的轻薄本好很多 很适合我这类有移动文字办公需求的用户 键盘布局也非常舒适 独立的开机键加上全高的方向键 好评 它上机在上面的F键区 也做了跟台式机键盘类似的风格 一般的机器上很少见 不过ThinkPad系列的Fn和Ctrl键布局是有些不同的 如果你不适应可以在BIOS里切换一下 ThinkPad经典的小红点也没有缺席 这个摇杆可以当鼠标用 不过现在用它的人应该很少了 它还有一个上置的实体按键 属于是老传统了 我个人认为这套输入设备在效率上 要比一体式的触控板更高 左右手配合使用可以实现指哪打哪 不过这个实体建成相较以前的T系列产品变短了 手感上有一定影响 接口方面 ThinkPad T14P数量偏少 机身右侧只有一个防盗锁扣 左侧有两个雷电4 后方只有一个USB-A10G和一个HDMI2.0 整体扩展性一般 考虑到这是一台220毫米厚的机型 USB-A口只有一个 有点少啊 能再多两个就好了 下面进入实测环节 首先来看一下屏幕 T14P的面板来自友达 实测色域容积99.5%的sRGB 色域覆盖97.3%的sRGB 它自带的艾瑟利教色助手 可以通过它来加载教色文件 在Default模式下 平均DeltaE0.9最大3.93 切换到sRGB模式时 平均DeltaE0.73最大偏差3.98 主要是蓝色偏差较大 最大亮度是357nit 全亮度DC调光 黑白响应时间15.42毫秒 灰阶25.52毫秒 表现在60Hz的面板里比较常规 总体来看 14英寸的2K屏 在今年的市场上比较常见 甚至高刷屏遍地走 而T14P配备的还是60Hz的屏幕 希望未来可以升级到高刷屏 此外 这块面板在正常视距下看 表面有油腻感 开完了屏幕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性能表现 i9-13900H这颗CPU 我们之前测试过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它隶属于H45系列 六大八小 一共14核心20线程 由于这台电脑没有性能切换选项 所以说我们在电源里把它设置成最佳性能完成测试 Cinebench R23 15轮循环 i9-13900H的成绩在14700-15700分 整体曲线呈上下波动状 结合跑分钟的功耗和温度情况来看 CPU功耗会从70W下降到50W附近 功耗曲线呈锯齿状波动 同时温度较高 基本上在90-96度之间 从结果上来看 应该是风扇策略引起的波动 那单核部分呢 R23单线程得分1870分 因为13代CPU跑单核的时候温度较高 而低负载下这台电脑的风扇策略 是安静取向的 导致风扇转速起不来 显卡方面 96EU的Iris Xe配合DDR5的表现确实不错 Time Spy得分1821 FSE 2882 轿时1080P 1215分 应付一下简单的图形任务完全够用 针对轻薄本游戏我们测试了 负载较低的CSGO和原神 在1080P分辨率下 CSGO Benchmark可以跑到171.8帧 原神低画质平均可以跑到55.9帧 属于都在及格线的边缘 它能玩但又说不上很舒服的帧数 如果切换到原基分辨率 那帧数会有明显的下跌 核显这时候就比较难应付了 如果你有日常游戏的需求 那建议还是选择带独显的机型 生产力方面 简单的Office对于这种配置肯定是没啥问题的 因此我们加点难度 试一下PS的Project Bench测试 得分927分 对于这个配置来说表现凑合 用流常规的修图没有太大的压力 好的 看完了性能表现 接下来我们把它拆开看看它的内部构造 ThinkPad T14P的拆解并不麻烦 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即可取下后盖 最下方是电池 容量57Wh PCMark是现代办公场景跑了9小时12分钟 中高负载续航脚本测试时长为3小时57分钟 续航整体表现一般 内存板载不可更换 颗粒有屏蔽罩覆盖 容量16GB LPD255 1200MHz 实测跑分看图 硬盘是1TB的凯霞XG8 实测最大连续读取7000MBps 写入5800MBps 压力测试在100G左右初缓 缓外读写速率大约在1500MBps 整体表现还可以 下方还有一个2242的M.2插槽 可用于加装 网卡是AX211 支持WiFi6E 最大速率跟稳定性我们做了表格 大家可以参考 最后是散热 T14P采用了双风扇双热管的散热模组 不显对应位置有显存空焊位 我们通过压力测试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吧 室温25摄氏度 使用Stress CPU单烤 i913900H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下波动 平均功耗54W 温度93度 大核约3.8GHz 小核3.1GHz 换用压力更大的StressFPU之后 温度下降到了88度 平均功耗51W 大核3.2GHz 小核2.4GHz 表面温度方面 由于核心位置在机身的左上方 导致键盘最高温度出现在了数字二键 48.2度 WASD键位44.6度 温度较高 日常高强度使用时会受影响 底面最高温44.2度 同样出现在核心位置 噪音方面 在环境35.4分贝的情况下 烤机时噪音47.5分贝 在轻爆本里噪音较大 总的来说 T14P的性能释放策略 在商务本里比较激进 作为一台14英寸的产品 单烤功耗给到了50多W 应付日常使用肯定是绰绰有余了 但是目前在高负载下 仍然会出现功耗波动 看来产品的性能策略 还是得需要好好调教一番 OK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的观感会好不少 目前 笔电市场对于性能表现 还是有一定诉求的 商务本也不能只追求保持安静 期待ThinkPad能够继续探索高性能领域 推出更多性能取向的产品吧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长按点赞 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教你们要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